欢迎收看今天的魔法课堂 大家好 我是小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月亮 那看到我们今天桌面上有这么这么多的戒指呢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手上戴很多戒指的佩戴方法 那我看看你手上其实也戴了不止一个的戒指 对 但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虽然我看到这些戒指都很漂亮 可是我平时只敢尝试这种简单的戴 像这种啊 这个很好看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戴 其实像你手上的这个呢就叫光戒 也是在要叠加戒指当中呢 是最基础最好混搭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戒指 它上面没有什么装饰物 非常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光戒 那我们就在你这一只手上来做一些 不同的这个花样的佩戴 那我会挑一个呢 同样看起来很像是光戒的 它也是一圈一圈没有什么花样 但它有一点设计感的 我就可以戴在你的指关节的地方 那这样子是不够的 我觉得要搭出非常有风格的感觉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 更细一点点的这个光戒 那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欧美的明星 包括维哈娜她们常常出席一些颁奖典礼 手上都会戴很多很多的戒指 但是你不会觉得特别混乱 反而会觉得它很有味道 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选择不同风格的戒指 配戴一起的话呢 很有可能出现非常混乱 非常奇怪的感觉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漂亮的戒指当中呢 像这个是在里面比较突出的 它是带有一点点民族风的感觉 那如果你佩戴了一个民族风的这个戒指 同时呢 你又带了这种比较可爱的 像珍珠啊蝴蝶结的这种 佩戴上去很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很不搭调 就是它虽然是不同风格的混搭 但是搭起来并不好看 那我们如果要以混搭来说呢 我们留下比较可爱的好了 如果要混搭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挑一个跟它的颜色比较接近的 哎 老师我这只手上这两个戒指 哦 可以啊 那我们把它戴过来看看 你看它颜色非常协调 而且大小也恰当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好看 非常精致的感觉 可是老师我还是 就是我觉得我的骨节特别大 像我带比如说像这种小花的戒指啊 我戴上去以后就觉得 会显得这一块特别丑 我觉得骨头的部分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让手变细嫩 甚至让我们指关节的皮肤更白皙的话呢 其实可以透过我们日常的保养就可以改善 无论是大手还是小手 无论是简单个性的光剑 还是形式刻意的花剑 都需要有一个细嫩光滑的手指来承托 这样一来 手部保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那手跟脸呢 一样在去角质跟清洁的部分都非常重要 有很多女生呢在洗手的时候都会选择用香皂来洗手 虽然香皂呢 杀菌跟清洁的功效都很好 但是有很多的香皂呢 里面有皂基的成分 洗完之后呢你的手会特别的干燥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 偶尔你可以利用洁面产品来洗手 洁面产品 哇那太奢侈了好 你可以在比如说洗完脸之后也顺便把手洗干净啊 那倒是可以的 但是你比如说要去美容院做一个比较密集的那种手部的那种SPA 我觉得这样子还是挺奢侈的 是啦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教给大家一个居家就可以做的手部保养 那我要用到的东西呢在这边 好可爱啊香蕉 它除了是香蕉的形状之外呢 它的味道也真的是香蕉牛奶的味道 给你闻一下 原来就是个 护手霜 哇像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蕉的冰激凌 那我今天给你用到这个是Tony Moly的魔法食物香蕉护手霜 那在用的时候呢 就不能像你这样子 只是把它涂开 那我要教给你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护理手部的时候 就先把护手霜取到手背上 利用我们的指腹呢 先把护手霜 把全手的皮肤都均匀地涂开 包括我们虎口的地方 好那我们用大拇指呢 来按摩我们的手背 每次呢画十个圈圈 那再来呢我们要按摩的就是 关节的地方常常都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沉淀 要是这些部位呢皮肤干燥的话呢 这个暗沉的现象就会更明显 所以每一个关节呢我们可以按摩三到五次 那按摩完之后呢要记住 我们手指的这个血液循环呢 其实是末梢神经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两根手指夹住你的 这个指关节之后慢慢地往下 做一个滑动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可以加速我们手指的血液循环 也可以让你手部的这些暗沉的困扰跟代谢都会变快 手部的护理就完成了 看一下两只手的这个效果 瞬间觉得这只手年轻了十岁耶 那这时候呢还没有完 这只是平常涂的护手霜 但是如果你要起到一个密集修护的效果的话呢 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稍微再涂厚一点 好一样均匀的全手涂开 好涂完以后呢这时候就不用按摩了 我们就拿出一个塑料的手套 把它戴上去 这个就是相当于敷面膜的效果 因为我们手套呢包覆住皮肤之后 慢慢你手部的温度就会升高 升高之后呢你的手部的皮肤的毛孔会打开 会把刚刚护手霜里面的营养的成分 都推到你的手部里面 那这样要带多长时间呢老师 这个大概就像敷面膜一样 大概带十到十五分钟就OK了 有一双漂亮的手还有漂亮的戒指叠加 我相信对于很多注重细节的男生来说呢 绝对是杀手锏 如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密集修护手部皮肤的方法之外呢 我还要建议大家平常在这个化妆包里面呢 也要放上一支护手霜 每当你洗完手之后呢就要给手部的皮肤 提供滋润的这个手霜保养 对而且这么可爱一支又有这么好闻的味道 一定是每个女生都特别喜欢的 那如果大家也想得到的话呢 就赶快来关注我们魔法课堂的微博 只要回答里面的问题答对的话呢 就有可能得到这一支香蕉牛奶的护手霜 快来回答问题吧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